大家好,朋友们,现在是早晨的8点45分啊,今天是2020年的12月24号,周四是平安夜啊,马上就过圣诞节了啊,MerryChristmas 最近这个对美国大选的关注度有所减弱 最近一星期吧,有一部电视剧正在中央电视台8频道热播,就是《大秦妇》拍的吧,看那质量吧,看着还行,还是相当回事儿 但是他就说那个,整个那个片子的政治它不正确啊,把暴秦,把秦皇歌颂,把秦的暴政,把秦的统一六国画得那么好啊 这个又一起,又一轮啊,又一轮新的舆论宣传啊,洗脑教育开始了 大秦妇啊,把大一统统一啊,中央集权,中央王朝作为一个正面的来进行宣传啊 其实你看欧洲也一样,是吧 如果中国这个什么,这个车同轨啊,书同文啊,这一套 在欧洲也应该实行啊,如果按照中国的逻辑,中国的标准 可是欧洲发展成了50多个国家,各有千秋,是吧 其实你看,你中国的你一个,一个东北人啊,和一个广东人,是吧 一个陕西人和一个福建人,那差异,那个差别,这个方言,你根本听不懂啊 可是欧洲的各国语言反而差距没这么大,是吧 你比如我们西班牙人说,谢谢,西班牙人就叫,是吧 说西班牙人再见,adios,意大利就叫adio,是吧 英语thank,thank you,德语就叫dank,这是很像的 你要在各个群呢,各个朋友圈看看 几乎就没有给这个大秦富说好话的 全是异口同声的啊 网马身上催吞我吧 中国人民受那种暴政的虐待已经几千年了啊 这个已经发生的事没办法,但是还不好好总结 还把那个在历史上数得着的暴政暴君给夸上一朵花,把他弄成是为人民赋 他是王杰,他是雷锋,他是邱少瑜,他是黄继光 把秦始皇说成那样人民群众肺都气炸了 秦始皇很残暴的 为什么他两代就完蛋了 对吧,任何暴政 独裁专制政权都长久不了 看看都是什么人喜欢秦始皇 毛宅东,大猫 秦始皇这两千多年 几乎本来是一边倒的狗饼 但是到了大猫这儿来一个大歌颂啊 可见他骨子里他是想做秦始皇 他自己说过他自己就是马列主义加秦始皇 这是他原话啊 小时候是七十年代初,披临披苦 从那开始你别说到知道点知识点 历史知识吧 知道秦始皇是怎么回事 我小的时候还有什么关于披临披孔的小儿书呢 就是那个连环画还有啊 后来又发展到影社周恩来 披临披孔披周公啊 我还有印象 把那孔老二又给画的那鼠没有 那猥琐哟 毛泽东说过 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是一种现代独裁制度 现在的 现代的专制 专制集权 哎呀,我看都是这剑拔弩张啊 这个大猫 把这个千古诟病的 被千古诟病的秦始皇 说成大英雄 说成千古一帝 然后把这个万事事表 空浪二 就踩在脚底下 这个整个这个 他这个思想比较出位 比较跳远 但是显然 显然不行啊 这个最后也就是短暂的 二十多年吧 最后还是人民行动 最后还是信了孔老二 认为孔老二还是个好人吧 圣人吧 而秦始皇 暴君 还是定位为暴君 秦始皇 始皇帝 天下第一个皇帝 他想千秋万代 但是你看秦始皇 杀了那么多人 焚书坑儒 他长久不了 恶人啊 作恶只能是一时的 他不可能是长久的 我记得啊 我曾经跟他们说 他们就认为 怎么看秦始皇啊 我觉得他把我这个 秦始皇他把中国人的思想 因为以前是六国嘛 秦始皇 他把我们的思想都给智库了 就是说 就是我们思想的心态 给一下给这个格式化了 这个是挺可怕的 都被束缚住了 你知道 所以几千年到现在 我们还是一个 就说我们还有这种 封建和农历之这种 随着几千年来 这都是就是不停的 改筹换代 就是这种重复和这个持续 跳出这个框框 我是根本跳不住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觉得这次挺好的 这个很多人 张教授很多人这个 都开始这个抨击这个大秦夫了 我觉得不像以前 大家只是一味的接受 现在开始质疑 开始去思考 这到底是秦朝 到底是 是一个是 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大帝 把他歌颂成一个创始 出创了那种 还是一种残酷的暴君的 等等等 他对中国的 我觉得打击负面的影响 要超过正面的影响 那种怀疏和毒瘤 这是最恐怕的 尤其在这个 这个这个 分数 分数 抗5 嗯 这个歌颂 其实黄啊 实际上是在违规这个制度 唱赞歌嘛 都能清楚啊 所谓百姓呢 也看到这一步 也是借助批评这个 其制度呢 过去的这种专制制度呢 暴政啊 来反对 今后可能会将发生的一些 突袭 实际上呢 这个就说呢 我觉得这个人更应该是 看书读书呢 还能够 跳出书里的这个进攻 能够回归到现实是最好 这个人是个明白人啊 他说歌颂秦始皇就是为制度唱赞歌 没错 例如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 像小马哥 马云 是吧 受到这个 体制的修理了 这个社会一片压屈搜 没有一个人为他这个 这个事情 出来说句话 只是说他不识实物 不懂得在这个屋檐下低头 就没有人看到 他们这批人 不就是在跟权贵 争一些话语权吗 是不是 社会呢 没有人为他们发声 也没人为他们点赞 你说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出来 他说马云是为了跟权贵 争夺话语权 不过也有人说马云代表着另外一部分权贵 或者另外一部分的垄断资本 这就忍者见人了 这个社会呢 还是继续是一潭死水 是吧 恰恰应该像马云 叫人多了 去挑战现在的权贵 和这个现有的这个质物 才能把这个 这个气氛搞活 是吧 才能够让这个 新鲜的东西进来 首先你不能让这个台湾史维 怎么死 垂死 死的状态 可是百姓就广 评价这些过去发生过了的事 如何如何感慨 就没有人在现实中做一点事 没有人在现实中做一点事 你能做吗 你做了你就等于是找死呢 红毅说的对 他之所以推这种大行复 实际上就想为现行的体制制度 都唱赞歌吧 甚至还含有那种大一统 比如说统一台湾 社会钓鱼弹 什么的 其实 那个真实的情况是 那当时是天下苦心久矣啊 秦国在统一六国中 那种残酷是你难以想象的 白旗什么的 包括坑杀赵国 一次就坑杀了四十万活埋啊 是这个 我就是说这个人很贵啊 这个对过去的事情啊 平胖感慨 那怎么就不能结合现实呢 对现实那些实证的一些现象 怎么就过去的这些东西 总结的这些经验 就落实不到现实当中 这是几位脱节嘛 是吧 思想跟认知啊 就是脱节的嘛 那大秦府里还有什么 楚国人民说 一般人民说 我们不愿意做楚国人 我们愿意做大秦 愿意做秦国人 愿意做秦国良民 本群不是愿意 我秦国良民吗 这哪儿 哪有点事啊 那秦国 那楚国人民恨 秦国不是恨的一般的 楚随三户王秦必处啊 秦国最后完蛋就完蛋在 楚国人手里 陈胜吴广 刘邦项羽 都是楚国人 是不是 陈胜吴广 他这九百人的队伍 按大秦法律下大雨 我不管你下不下雨 知道我管到了 没有按照预定时间到达木基地 砍头 就这么残酷 他能误其意吗 秦国海大哥说的对 其实跟封建社会 咱不说太远吧 就跟慈禧老佛爷的时候 跟一百多年前 跟义和团时代 差不多 还是上诈下雨 还是 还是那种 上面无比的暴虐吧 奸诈 而下层人民 又是无比的愚蠢 可以说现在 跟一百多年前 没有太大的区别 没区别 只不过你现在 拿着手机 拿着一个玻璃片 这个张教授 你说得很对 这个就是凶残 三千 差不多有 三千万人口 打完仗 就变成一千五百万人口了 那这些残暴 残酷 这就为什么说呢 当时他们就把我的mindset 就是我们的思维啊 就是设置就给定住了 就是命运就很刻写了 中国人将几千年来 五千年来都一直下去 就是这种 这种改朝换代吧 这种 这种所谓的这个制度吧 你说风险努力也好 所以红衣呢 他就觉得很纳闷 为什么 因为这 每人在命运身上的时候 这种就像形成你的DNA似的 你就不敢 你就不能再去做那些 月格式的东西了 这种东西在这 这一点很厉害 红衣啊 红衣 就是说呢 你很多说你看透了吧 你就不会觉得那么莫名其妙了 很多事情 你觉得都一切都忽然开朗了 就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这也是 所以我特别意见你说这些困惑